这次的柔佛州选 武统是否再次和伊斯兰党各走各路备受关注 武统熟理主席拿督斯里穆哈姆哈山坦言 党最高领导层会讨论合作课题 同时武统会放眼上阵至少42席 比上一届选举多出7个议席 虽然打算出征的选区占了议席总数75% 可是穆哈姆哈山强调 还没有和其他国阵成员党讨论 国阵近期就会公布最终的议席分配 他也坦言 柔佛乌统更倾向于国阵单打独斗 和伊斯兰党的合作意愿不大 但是乌伊最终是否会合作 还得等待乌统最高领事会定夺 穆哈姆哈山今天现身吉隆坡高庭 声援阿莫扎西时也强调 乌统主席的Taiwan不会影响到柔州的选情 他相信乌统领袖的官司经过两三年之后 已经完全稀释 无法再成为西蒙抨击他们的武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